第六章 簡選七人 辦理供給之事 那時 門徒爭多 有說希利尼華的猶太人 向希伯來人發怨言 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 忽略了他們的寡父 十二使徒叫中門徒來 對他們說 我們撇下上帝的道 去管理飯食 原是不合意的 所以 弟兄們 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明星 被聖靈充滿 智慧充足的人 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全道為事 大眾都喜悅者話 就簡選了斯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 聖靈充滿的人 又簡選肥利 白羅哥羅 尼加羅 提門 巴米娜 並進猶太教的安提亞人尼哥拉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討告了 就按手在他們頭上 上帝的道興旺起來 在耶路撒冷 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 也有許多祭師 信從了這道 師提反滿得智慧和聖靈的能力 師提反滿得恩惠能力 在民間行了大其事和神職 當時有清利伯地拿會堂的幾個人 並有古利奈、亞歷山泰、基尼加、亞西亞 各處會堂的幾個人 都起來 和斯提反辯論 斯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 眾人敵黨不住 就買出人來說 我們聽見他說磅獨摩西 和上帝的話 被拿到公會 他們又聳動了百姓 掌勞並民事 就忽然來捉拿他 把他帶到公會去 撤下假見證說 這個人說話 不住的租錢聖所和律法 我們曾聽見他說 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 也要改變摩西所交給我們的規條 在公會裡坐著的人 都定精看他 見他的面貌 好像天使的面貌 好 好 感谢观看